因为注册补件没通过 大陆宣布全面禁止台湾水产品 则是预算台湾出口到大陆的鱿鱼 五载鱼跟秋刀鱼 一年就有将近48亿影响最大 今年11月鱿鱼出口大陆比例占快六成 五载鱼更是七成外销到大陆市场 六十几亿的水产品的产值 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上海被大陆禁十般渔民改养五载鱼 这会连五载鱼都被禁损失怎么办 如果透过既有的内销市场的积极的来推销 我想应该可以来稳定出这样的一个情势 政府说内销市场可以把货吞下去 要渔民不要怕 但渔民对政府根本不相信 大陆确年起规定各国书大陆的食品都要注册 今年六月一百多家业者补件 但在八月底最后补件期限 只有一家业者通过 怎么会这样 在名单之内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会持续的一直问 看看他们对于我们水产品被禁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渔民补件全没过 政府连被禁的原因都说不出口 各界质疑政府在干嘛 食药署根本不知道正确的补件 人家要的东西你没有补齐 所以人家只好把你挡掉 民间业者也过啦 你有没有去问人家到底怎么过的 你去问了没有 做了没有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就在混吃等死 之前石斑凤梨世家 毕竟政府要大家多多帮忙吃进去 那这回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政府就说斑斑有石斑嘛 现在又要斑斑也有五载鱼 光四种鱼至少15万吨的货 将受影响出不去 从水果到水产 政府都说内销市场可以消化 但不知百姓还有多少肚子可以吞下去 记者黄英俊离学台北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疫 他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轻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